高以祥去世的新闻在网上引起轰动 据悉当天高以祥在节目录制时突然晕倒 之后医护人员赶往现场对其进行心脏复苏 后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高以祥好友透露 高以祥在周一的时候 也就是11月25日出席活动的时候身体就有些问题了 并且还感冒了 但是高以祥依旧在第二天到达了宁波 但到了次日凌晨却发生了意外 高以祥生前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 有网友公开了高以祥就医的经过 在凌晨2点时有明星突发意外被送进医院 两个小时的抢救依旧无法挽回其生命 这位网友还表示高以祥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 瞳孔就已经放大到了边缘 高以祥因为意外去世之后 娱乐圈各路大咖纷纷发文进行悼念 其中就包括了杨敏 赵又婷 陈赫 陈乔恩 黄博等等多位娱乐圈的明星 许多明星大致发文意思就是不敢相信这件事实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来谴责节目组 其实无人谈及节目组也可以理解 毕竟高以祥参加的节目《追我吧》属于浙江卫视 而近两年浙江卫视就是综艺节目巨头 许多演员都不愿意去惹上一身的麻烦 但是其中还有一个人敢于发声 这个人就是导演徐珍 徐珍在悼念高以祥时提到了节目组一定要负责啊 获得了网友的大赞 不少网友认为徐珍真敢说 其实就算徐珍发声 也对节目组产生不了多少影响 因为在艺人和浙江卫视签约 录制节目的时候就有明确的条款 条款称节目或许会给艺人带来生理和心理负担 艺人要有充分的认知 并且承担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 先不管《追我吧》 节目组到底应不应该负责 节目组肯定是无法正常进行下去了 据媒体报道 高以祥录制时的现场已经被封火 并且有工作人员冒着雨在搬运东西 录制场地正在有计划的拆除 令人惋惜的是高以祥生前 已经准备和女友完婚 两人在11月15日的时候 参加朋友聚会的时候 高以祥已经帮女友搬家了 女友在不久后就会到台北 跟高以祥一起生活 爆料者称女友已经是高以祥未婚期了 但是这个消息没有得到什么证实 有台媒报道 高以祥女友现在已经到了浙江 并且在明日也就是28日 高以祥遗体回被运回台北 高以祥陷入昏迷的三个小时中 有网友发现 高以祥的微博竟然上线过25次 有网友认为这是高以祥未婚期 在用她的微博看消息 等到高以祥被宣布不致身亡的时候 次数到达了55次 可见女友当时有多么的心痛和无奈 I'll see you next wee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